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田地的价营施行 把田地的价营施行 他们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是 彼得对她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价营就是这些吗 她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不计事上还得给你呢 买在丈夫这人的脚 以丈夫口 他们又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 那些上女人进来 见她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她丈夫的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些使人都甚惧怕 神的仆人 加尔文 他提到究竟 教会最大的敌人 是什么 很多人讲 教会最大的敌人 可能是异端 可能是异教 可能是外面的逼迫 但是加尔文 深深的感觉 教会最大的敌人 是教会本身的不圣情 因为的确 加尔文看到 整个中世纪的天主教的败落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教会不圣情 许多的异教徒涌到这个教会里面 许多不清楚得救的人 因而受洗的人 涌到教会里面 没有重生得救 教会从上到下 充满了罪恶 充满了败坏 是向整个的罗马天主教败落 所以加尔文深深的体会 其实 教会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是谁啊 是自己 好不好 告诉一下 自己 包括我们个人 我们最大的仇敌 不是那个空中熟灵器的恶魔 也不是世界 其实是什么 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自己 同样 教会最大的敌人 是自己 不圣洁 所以加尔文非常重视 教会的圣洁 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 犯了严重的罪 他绝对 会说 绝对会惩戒 不管你多有钱 多有权势 不管你是一个议员 或是一个政府官员 还是一个大财主 奉献多少 你犯了错 道德上的错误 他绝对惩戒 discipline 而当时 加尔文 很多的改革中的教会 reform church 他们惩戒的方式 就是停止你的圣餐 在当时一个会友 假如不能够领受圣餐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 惩戒 不能够有份于 这个基督的身体 这个饼跟杯 这个极大的祝福 所以有一次 一个很有权势的 弟兄 犯了严重的道德的罪 加尔文 就停止他领受圣餐 但这个弟兄 实在是非常的败坏 但是也很有诠释 也很不讲理 当加尔文 在竹岭圣餐的时候 他拿着一个刀 冲到这个圣餐座前 指着加尔文 Give me the bread 给我这个饼 但是加尔文 一点都不动摇 带着圣节 正义 的语气 跟他讲 If you want this bread Unless you walk through my dead body 假如你真的要这个饼 除非你走过我死的身体 你杀死我吧 饼是绝对不会给你的 哇 他充满圣节 公义的 这种的群饼 把这个弟兄 吓得 跪在主的面前 绝对不妥协 教会的圣节 就是教会的圣命 就是教会的一切 初代的教会 为什么会复兴 就是因为 神特别持守 教会的圣节 所以当你读到 第五章 你就发现 为什么 神对亚拉利亚 撒非拉的那个 惩罚惩戒 那么的严重 假如用同样的方式 来惩戒的话 可能今天在教会里面 一大半的人都不在了 当我们一唱 全所有风险 真的全所有风险吗 可能我们犯的错 跟亚拉利亚 撒非拉一样的 全所有风险 为什么神对他们的处罚 那么的重 他们犯了什么错 他们道德上的错误在哪里 他们其实很热心啊 也风险啊 卖了田产家业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 七红圣灵 试探圣灵 他们七红是什么 他们犯了什么错 撕下留下了几分 但是却报大数 你就是我全部的 全所有奉献 好像为了一个的虚荣 为了一个的好像 表达自己的热心 别人做到的 我也有做到 在那边虚报 作假 欺骗 所以圣经用欺哄两个字 其实他欺哄神 欺哄彼得 但是感谢神啊 彼得 政治是有什么恩赐啊 看到他 有什么恩赐啊 分辨诸灵 知识言语的恩赐 人里面奥秘隐藏的事 他都知道 哇 我们做牧师有这种恩赐就好了 能够知道弟兄姊妹里面的光景 里面的黑暗 里面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在那幕会的时候 弟兄姊妹都说 很好啊 没事啊 牧师啊 感谢主啊 其实里面很多问题 但是彼得 圣灵歧视他 你欺哄圣灵 你试探圣灵 所以解释一个非常严重上的道德的罪 神要保守教会的圣洁 所以 惩罚 但是问题 为什么惩罚那么重 今天同样的问题在教会里面 多得不得了 对不对 欺哄圣灵 欺哄神 在那边作假 那边 生权 夺利 在那边推销广告 做什么都有 我 我在基督之教幕会的时候 有一次 有个姐妹 在 要介绍自己 介绍自己 第一次来 就开始讲说 我是做什么职业的 什么推销什么的 我就说 请你说下来 不要再说了 你不要在街里推销你的老鼠会 还有个姐妹一定要在教会贴个广告 叫我在周报上面把他灯 要卖他的钢琴 我说绝对不行 周报 只能够讲神的圣工 你私人的事情 或许我们以后设一个的广告栏 在外面贴在这个bulletin board 但是 这个周报绝对不能当你这个事情 当那个事情 你到教会 你就在那边抓的机会 在那边介绍你的事业 你的这个人寿保险 绝对不可以 虽然后来的姐妹对我很生气 但是教会就是要生气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神下属那么重 为什么神在初代教会 会那么严厉的惩罚 难道今天神就宽松了一点 现在后现代 宽松一点 什么缘故 什么原因 要弄清楚这个原因 神的俗性 神的圣洁 神对教会的心意 会不会有改变 不会改变 但是为什么 初代教会 那么严厉 当你想到 亚拉里亚撒菲拉 被神 惩罚致死 你会很容易想到 在旧约有类似一个人 记得吗 亚拉里亚 亚撒菲拉里亚 攻打耶利哥城 有一个人 叫什么 亚干 同样的 神很严厉的 要以色列人圣洁 绝对不可以夺 当灭之物 这个亚干什么 夺了当灭之物 把每一黄金 自己收藏 结果神对他的惩罚 非常严厉 他跟他的传家 都被死了打死 而且神 一组一组的叫出来 就把他叫出来 同样神是那么的严厉 当然我们也看到 因着亚干犯罪 连累到什么 整个以色列打败了 在爱城 还死了三十人 因着他一个人 害死了三十个人 所以神从旧约中 一直显明 要保守他子民 他教会的圣洁 为什么神那么的严厉 其实 在旧约和新约 神是透过这样的事件 是把一个的原则 俗性 很清楚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惩罚 来显明 杀依景百 但是神在圣经里面 也确立了这个原则 让我们看到这个圣洁的原则 神 所不需要一直的 那么严厉的 来 显明这件事情 在圣经里面 神已经一直显明 否则的话 每一次聚会 真的是像 郭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说的 死的也不少 病的也不少 谁敢来领圣餐 谁敢来聚会 谁敢来奉献 所以让我们了解 神是透过这样一次很清楚的 惩罚 显明这个俗性的原则 那 亚拿尼亚有没有 应该是 应该是得救啊 但是圣经 就是没有特别提到 但是 基本上 这个是属于教会 指明的一个 一个惩戒 反而可能他没得救的话 神还不会那么严厉的 来承接他 但是 很可能他是得救的 但是 在那边 欺哄欺骗 作假 孤名调狱 为了自己的荣誉 为了被肯定 那这些问题 其实今天很多的教会 都有同样的问题 用他的钱 用他的权势 带出一个影响力 所以 在旧约神 就很严厉的 透过《耶稣亚记》第七章 就显明这个事情 那同样的 我们看到 初代的教会 对这个discipline 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一同放到临前 第五章 第五章 我们读第一 第二节 然后再跳到第六节 然后再十一到十三 我们特别来看 第五章的一个描写 好 一同来第五章 封文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一章是行淫乱的 或是贪婪的 或是贪婪的 或是败偶像的 或是辱马的 或醉酒的 或勒索的 不可 不可与他上交 不可与他上交 吃饭都不可以 因为审判 但教外的人 如果何干 教内的人 岂不是你们审判 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好 我们读到所有节 所以要我们看到 柯林多的教会 有淫乱的事情 或有其他的 不道德的事情 你发现保罗的原则 是非常严谨的 绝对 要把他们惩戒 严重的还有什么 叫做excommunication 把他赶出去 不能够 让他们在聚会当中 免得一点面霄 使传团发起来 一定要有一定的惩戒 不能够说 我们就包容啊 我们贱拉 我们就宽容了 一定要对罪 有一个的discipline 就如同《十字行传》第五章 初代的教会 特别《十字行传》的教会 所以能够那么的兴旺 教会的圣洁 神的同在 我还记得 我在读华生的时候 林院长常常提醒我们的一句话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毕业 差不多 常常都听到他老人家讲一句话 就是我们一定要竭力保守神的同在 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一定要在我们当中除去 不要失去神的同在 雅干犯罪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失去神的同在 他们打败 所以 当我们读《十字行传》初代的教会的福兴 我们真的看到 就是教会的圣洁 是教会福兴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 我们再翻到西伯来书十二章 西伯来书的作者同样的提到 这个教会的圣洁跟管教的事情 我们一同翻到十二章 我们先读第五节第六节还有第十节 好第五节一同来 你们又忘了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我儿你不可倾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我们跳到 也不可灰心 好 再跳到第十节 第十节一同来 深圣的父都是占谁起义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在神的圣洁上什么 有份 所以当我们犯罪 神一定会什么 会管教 甚至严厉的管教 甚至用鞭打这种那么严厉的字 所以发现在旧约 大卫犯了严重的罪 神对他的管教严厉吗 非常的严厉 甚至连他的国度 都被夺取 他如何暗中所犯的罪 明中神来审判他 所以 罪绝对会有结果 一定会有 以色列 他们拜偶像 神对以色列的管教是什么 严厉的不得了 整个的国度被掳 七十年 同样的 今天 神的教会 我们是神的儿女 对 我们是白白的得救 耶稣基督白白的赦免 但是不代表说 我们就得了赦免 得了恩典 我们就好像继续的 还是在那边犯罪 那么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在新约里面 其实很多的命令 提到 基督有圣洁 我们再看刚才所读的 西伯来书十二章 第十四节 后面一点 一同来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 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建筑 彼得前书第一章 后面 十五到十七 一同来 那招 你们的 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 再翻到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您后 第七章第一节 一同来 亲爱的弟兄啊 我有 敬畏神得以成圣 再翻到以书首书第五章 神对教会的一个指望 跟要求 以书首书第五章 二十六跟二十七 一同来 要用水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内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 新约的圣经 无论是实行传的 实际的情况跟榜样 从教训当中 都非常确定 教会要圣洁 基督要圣洁 信徒犯了罪 信徒犯了罪 教会一定要处理 要去惩戒 不能就彼此相爱 包容 就好像没有当一回事 甚至今天很多的教会 他们 他们 当弟兄姊妹犯了错的时候 很可惜的 他们引用耶稣的话 还记得 那个犯了淫论的夫人吗 耶稣轻苦如说的 我也不定你的罪 平平安安的去吧 耶稣不定 犯罪的人的罪啊 提醒你是谁 当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 说长道短 说他有罪 要对付 我们不可以judge 我们不可以认断 我们不可以定罪 因为连耶稣也不定 他的罪 包括我们 我们也是白白的蒙恩得救 耶稣也没有按我们的罪 定我们 否则地狱是我们的归宿 讲得头头是道 引用耶稣的讲论 不能定别人罪哦 我们要彼此的包容 爱是凡事相信 凡事忍耐 把罪就包容 不说 不指出 但是被里面的弟兄姊妹 都知道他犯这个罪 教会不讲话 牧师不讲话 长老不讲话 我们也可以去同性恋了 我们也可以去堕胎了 我们也可以去做什么做什么了 因为教会都不表态 没事 但是 你好好自己认罪悔改就可以了 解释你个人的事情 但你发现圣经没有这样说 史书行传没有这样来表达 哥林多全书没有这样来说 神智教会的立场是非常严厉的 把这样的人怎么 赶出去 不要跟他交往 免得一点面霄 让传疼发起来 罪一定要对付 但是 耶稣说不要赦免他的罪 而我不定你的罪 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读 约翰福音阶段的经文 第八章十一节 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 以后不要再犯罪 其实当耶稣讲这句话 我们一定要了解 耶稣是站在 他降生作为一个救助 要带下赎罪赦罪 这样的一个执事 他是站在一个赎罪赦罪的执事 的地位 来说这句话 而不是站在 摩西定罪的执事 来说这句话 耶稣说这句话 不代表他 不知道罪的严重性 不代表说 有罪 都不需要管 其实他道成肉身 就是要处理罪的问题 甚至付了极大的代价 生命的代价 实价的代价 所以当耶稣在四福音 当耶稣出来 传讲天国的福音 天国进了 你们当回改信福音 耶稣所讲的 所表达的 是站在一个救助赦罪的执事 的位分 来说来做 所以同样的 所以同样的 他站在这样一个赦罪 带来赎罪的 一个 位分 来跟 这个 行淫乱的夫人说 我不定的 在罪 但是不要忘了 后面一句话 以后不要再犯罪 罪会带来 继续的后果 但耶稣 他降生 他有所救助 他就是要 来赦免我们的罪 来赎我们的罪 不定我们的罪 但是不要忘了 当耶稣 复活生天之后 他的执事 是什么 他的祭祀 现在在天上 他在父的面前 不住的 为我们代求 为我们代求 是什么 就是求父 要保守他的教会 他站在一个圣洁祭祀的地位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常常为我们的软弱 代求 不要再跌倒 要圣洁 要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 如同主耶稣在启示录 第二章第三章 第三章提醒教会 要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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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第一章的时候 很少讲得胜 但是 他也在登山宝序里面 提得很清楚 他希望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够怎么 完全 像天父完全的一样 甚至他提出一个非常高的条件 甚至他提出一个非常高的条件 但是你发现 他对我们的要求 多严格 我们一同来读二十节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用外表的行为 用外表的行为 去守律法 甚至你要从心里面 守上的律法 表示说 你得这个心的心 一个肉心 圣灵 如果从心里面 如果从心里面 都能够做出一个 最多能够 闪死 那一个基督徒 什么 哪个基督徒 ua 能够犯罪 你得说 你个人 对这一字 可以不错 我们的犯罪 我们的犯罪 要跟我们的犯罪 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去成全 把这个生命的恩典 救赎的恩典给我们 但是我们从恩典入门 不是代表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 有罪的时候 神一定什么 管教 但是很可惜 我们常常都有这种错误的 我在讲义上面所说的 迷思 迷糊 不对的一种想法 耶稣不对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说别人有罪 其实这个是不了解耶稣的知识 甚至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更明显了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的职分位分是什么 是再来的我 是审判的主 甚至 圣经讲得很清楚 审判 从哪里开始 从神的家开始 我们一同来看这些经文 讲得非常的严肃的 我们看彼得后书 第四章是七节 一同来 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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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多的信徒不注意这些经文 只是高举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赦免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 写错了 我看彼得前书 可能 这些写太快 对 改一下 彼得前书 那个不是后书 第四章是七节 一同来 因为十号到了 审判要怎么 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幸的从神复印的人 这样有何等的结局呢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 很清楚地提醒门徒 你们要警醒 预备主的再来 否则怎么 取取一个 撇下一个 那个不忠心不爱主的撇在外面 哀哭切齿 也就是闪着审判 当世人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教会 怎么 就被洁净了 那个爱主的聪明的同女 忠心的仆人 就被什么 取去了 那个不爱主的 贪爱世界的 那个不忠心的 不警醒的 没有为主发光的 没有被圣灵充满的 撇在外面 怎么 爱过切齿 结局是神的审判 耶稣审不审判 审判了 甚至当地读启示录的时候 耶稣将来 坐在白色大宝座 更要审判 不单单是审判 也是不信主的 你好好注意启示录 讲了两个书卷 一个是生命册的书卷 那些仅仅得救 明知写在生命册上了 但是不爱主的 没有享受这个被提的 心腹的恩典的 要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 才能够复活 然后耶稣也有审判 不是灭亡的审判 来自让他看到 你为什么不能成为 基督的信夫 为什么不能享受 这个王的地位 为什么不能享受 这个信夫耶路撕冷的居所 只能够紧紧得救 让所有的信徒 信徒口服 也审判了一个不信主的人 所以耶稣审不审判 审判了 甚至他从天上 再落到地上的时候 用口中的利剑审判 击杀从地 所以你不能一句话说 耶稣就是永远赦免 耶稣对这个行淫乱的夫人 说我不定你的罪 是站在他救赎 救主的职份 来说解一次 也假如他 反过来定罪的话 他就变成是什么 摩西的执事了 定罪的执事 但是耶稣的执事 他是救主 他是祭司 他更是再来的王 再来的审判者 所以千万不要误会 耶稣所讲的这句话 你要看整个的新约圣经 看整个的旧约圣经 但是有人说 对啊 我看旧约圣经啊 现在我们是恩典时代 旧约是律法时代 律法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恩典时代 所以我们要讲恩典 要讲赦免 怎么可以去定弟兄姊妹的罪呢 怎么可以 没有恩典呢 没有赦免呢 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恩典时代 那这种的二分法 还记得我们在历史神学 或者系统神学已经说了 这种二分法对还是不对 不对的 旧约到新约 注意这个约这个字 其实是一个约 同样一个恩典之约 在旧约到新约 同样的实施 只不过在摩西之约里面 外表是高举律法 但是里面以色列人是真正得救的 是靠什么得救啊 靠什么 献祭得救 律法是让他们知罪 然后来到会幕前 接着他们的信心 献祭是这个羔羊的血 让他们赎罪 还是恩典 只不过说旧约是隐儿 新约是真体 实体看见 特别当我们看 这个最早的恩典之约的显明 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17章 从亚伯拉之约到摩西之约 一直到新约 我们说神的约的恩典 有没有改变过 没有改变过 是一个约 一个恩典的约 旧约的人不是靠守律法得救 不是所谓律法时代 就讲律法靠律法得救 新约时代就是讲恩典 靠恩典得救 不是两套得救的方法 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17章 我们一同读第一节跟第二节 好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河本节里有一个字犯错了 是哪个字 旧 新约本翻得准确 要 的确在原文神是用一个期盼语气 A Hurtative Mood 我要 我定义要与你亚伯拉罕 亚伯拉立约 没有任何的条件 甚至把立约的记号 隔离都给了他 不是等到他行为完全了 才就跟他立约 你发现亚伯拉罕进入神的恩约 他得救了之后 他的行为 有没有马上完全了 没有啊 还是有软弱 会撒谎 会害怕 会跌倒 但是 神先把一个的期盼 跟希望 跟了讲 你今天毫无条件的 白白的阴性得救 神对你有一个期盼 有个希望 是要你什么 努力的做完全人 怎么做完全人呢 到了摩西之约的时候 神就透过摩西 把石头诫命的这个准则 做完全人的一个准则 这个道德律 把它写明 所以从亚伯拉之约到摩西之约 是同样的一个约 其实摩西之约是亚伯拉之约的延伸跟具体 怎么做完全人 要更具体 特别当以色列人在埃及 已经被这个埃及的文化 宗教所败坏了 快四百年 所以神带领他们出来 要他们知道很具体的 怎么做完全人 在信仰上 在生活上 在道德上 做完全人 所以旧约的人 没有一个人 守卫是在律法时代里面 靠律法得救 律法只是让他知罪 然后凭着信心 来到会幕 借着献祭来赎罪 包括亚伯拉罕他得救 也是印着他的信 印着他的献祭 他去到每个地方 一定是什么 祖堂献祭 在得救这件事情 是毫无条件的 但是你要继续的 领受这个迦南的祝福 跟应许 在应许之地 存活得福 你注意读《圣命记》 第六章二十八章 是有条件的 你要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得得神丰盛的祝福 能够居上不居下 做所不作为 你就要谨守遵行 我的话 尽手遵循我的约 做了圣洁的国度 但是得救 亚伯拉罕得救 是完全是信神的话 印着献祭赎罪的功效 所以为什么呢 你这样问 你就会了解 对得救是毫无条件的 但得救之后 你要承受神 神在这个约里面的其他地上属灵属物质的祝福 你只要努力 而这个原则呢 到信约还是一样的 你得救是神的卷血 白白的神的恩典领导力 你得救了 但你得救之后 你要努力地做完全人 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你谨守神的诫命 守神的话 你才能够继续地享受 各方面属灵属物质的祝福 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你守不住 你就不得救 因为得救从大前提就是白白的 就好像你白白的父母送你到地上来 不是你的功劳 也不是你的选择 你是白白的蒙恩 被送到这个世界里面 但将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 究竟是否能够得着许多的物质 家庭 属灵的祝福 就是你自己的努力 这个也不一定 很多不信的人 在这个自然律里面 王永兴在台湾他不信 幸好他女儿信 他本身不信 但他按照这个自然律 努力地种瓜得瓜 中度得懂 神还是承认了这个natural law 所以Bill Gates 他努力地去做发明 他很有财富 所以千万不要把恩典跟行为 我们就混为一谈 对 我们得救是恩典 但是得救之后你要努力 你不好好研究 你不好好去干活 不好遵行神的话 神不会帮助你懒惰的人 神是把智慧 把路给你 但你自己也要去走的 刘敦 这个很爱族的基督徒 但在昼夜研究 才会发明那么多的定律 这个艾迪生也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昼夜的研究 神给你一个idea 你要努力 所以现在我们就叫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恩典跟行为 恩典跟律法 怎么去平衡 有时候我们过分地去讲恩典 讲赦免 教会没有圣贤 我们过分地讲神的祝福 自己不努力 今天就是祷告祷告 但是不行动 今天就是观在这个曼内 不出到营外传福音 教会怎么复兴 只讲等候等候 不行的 要平衡 我在读华盛顿的时候 林院长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同学到西安堂去追求等候 但是他就提醒我们 不要整天只是追求个人的灵力的享受 等候等候 要去传福音 要出去 要出到营外 要平衡 不是说等候不对 所以我们丰收的意象是 马大马利亚 双马 骑飞 少一个都不行 不要每个都是做马利亚 等候 传好的福分 那谁去管饭食 谁去管行政 谁去管音响 谁去管power point 要平衡的 所以 好 对我了解你的意思 一般的约是双方而且有条件的 但是唯有这个恩典之约 因为你没有读到这个功德之约 你没有上到历史神学 神在工作之约 在亚当之约里面 人类失败了 懂吗 假如人还是用原来这种正常的立约的要求的话 我们永远没有得救的希望 永远我们守不住我们这一份 所以神改变了 带下了恩典之约 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义 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守住 一切的道德之约 亚当之约里面所有的要求 把约里面的恩典临到了我们 所以夏天兄的想法 疑问是对的 但因为他没有上到历史神学 所以多来听听课 所以我们继续下去 我们只剩下大概两三分钟 所以有没有把这个讲义的第四点 这个迷思 confused idea 现在是恩典时代 我们只讲恩典 律法时代应过去了 耶稣也不定这个妇人的罪 所以特别要注意 当耶稣讲这句话 他是站在一个救主的职份 来讲这句话 然后我们最后很重要 假如一个丁子妹犯了严重道德的罪 对教会要承接 教会要去处理 不可以让这个面枪让传团发起来 不能说教会容忍罪 荣耀罪 教会不表态 同性恋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离婚也可以 不是 教会要去承接 但是承接之后 这个弟兄姊妹怎么办 他怎么样能够得着福性 我们抓住一个重要的原则 我们一同翻到约翰一书 第一章 因为彼得也曾经跌倒过 上次不认识 Amen 但是神还是给他回来的机会 约翰一书 我们一同来读 第七节到第九节 一同来 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七一同来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窒息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意好 所以我们要鼓励那个跌倒的弟兄姊妹 要真实地在神面前 什么 认罪 但是认罪不是把它变成是一个 Lip Service 就好像今天很多人 要信耶稣 举手绝制变成是个Lip Service 不是真的从心里面 相信口里承认 不是真的是圣灵的一个 重生的结果 带来这种的绝制 反正我举手信耶稣 可以得永生 可以得意志 可以得好处 多好 不是从人一生 不是从情欲上 那要求 不是从心里面 真的是懊悔 赐罪 认罪 毁罪 恨罪 甚至补罪 离罪 你发现在基督教里面 很多跌倒的弟兄姊妹 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反正我就知道 有这个方法 根布施来告诫一下 认罪一下 结果里面没有改变 屡改屡贩 屡败屡贩 应该说屡贩屡败 你发现真正的悔改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大卫的榜样 我们翻到诗篇五十一章 所以将来我们幕会 不要被一个表面的眼泪 就被骗了 在教会里面是很多欺骗的事情 我告诉你 初代教会就应该里面 气哄 气哄 很多是气哄的 我告诉你 很多信徒是没有生命的 我告诉你 你要非常小心 要卖字跟败字 要配着羊皮的狼的 我们幕会要非常的小心 好 我们看看真正的悔改 我们看五十一章 因为节章很长 我们只读几段 第二节到第四节 一同来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诗篇五十一章第二节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静静 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你 在你眼前 行得着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称正 好 我们跳到第九 第十一章来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 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跳到十七节 神所要的既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别不轻开 所以一个弟兄姊妹 是否真实的认罪跟悔改 你要看他有没有解释的内容 有没有真的看到 这些罪孽是何等的可怕 或者何等的软弱 何等的不配 当一个弟兄姊妹 他犯罪跌倒之后 他就很快的跟你说 我配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要得到什么 表示他没有真的觉得自己真的犯罪 一个真正觉得自己犯罪 认罪的 他就觉得我不配 我不配做个牧师 我不配做个神学生 我不配做个执事 我不配做个长老 我怎么会犯这样的罪 假如他犯罪之后 很快就说 不是 我什么时候回来做长老 不是 我什么时候回来做执事 一直逼你 我告诉你 他没有真正的认罪 一个真正认罪的人 他会真的是羞愧 觉得不配 我只能配在神的国度里面 做个清洁就好了 我怎么配 可以站在众人面前来教导 做服事 做个神学生 觉得不配的 你就可以觉得 他可能真的是ready了 你就可以让他回来 当他一直要跟你争取 争取像以前一样 我告诉你 表示他notready 真正的有个忧伤痛悔的心 一想到就流泪 一想到就觉得不配 就好像扫罗保罗 一想到自己过去就说 我就是个大罪魁 我不配 所以他更努力的去施补死 虽然天主教有很多错误的教导 但是我告诉你 天主教对这个认罪的过程 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过一堂课 在信徒神学会读到 他们对认罪的要求 就是因为严格到一个地步 很多人做不到 所以才发明了设罪券 你就付一点代价 买十万块的设罪券 什么罪都好办 本来是为了证明你真的付代价补罪 但是后来就被人利用 变成是一个可以犯罪的一个方法 但是原意是好的 怎么证明你真的是认罪悔改呢 过去是修桥补路去朝圣苦修 但是后来因为罗马贴旨叫做败坏 建这个圣彼得教堂要钱 那这好吧 你犯了罪就付一百万 买一个设罪券一百万 就设理这个逼死的罪 就产生错误的方向 但是原意是好的 他们原来那个confession system panent system是非常严格的 从confession到contrition 到satisfaction到absolution 我们这些都会慢慢去研究 这些东西原意是好的 我们就要把它抓住 不可以随便的 因为他我认罪了 就没事了 要观察 是否真的从心里面 忧伤痛悔 从心里面有个正直的灵 有个清洁的心 真的看到我犯罪 我何等严重地得罪了神 所以诗篇里面所说 唯独得罪了神 不是指导说 他都没有得罪别人 他知道他有得罪别人 但是圣经要强调 你特别特别 单单是得罪了神 当你看到你是得罪了神 你才会有一个敬畏的心 特别当一个王 他是一神之下 众人之上 有什么时候得罪人呢 对不对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行 你一定有个敬畏神的心 你犯罪得罪神 所以要对神负责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 今天我们就会的软弱 很多原因 一方面我们要感谢马丁路德 把这个恩典的证理恢复 但是今天很可惜 我坦白地说 我们的Protestant Church 不能复兴 就是因为我们太讲恩典 真的 幸好加尔文出来提出 律法的圣经功用 否则更惨 但是坦白说 马丁路德从一开始 太高举恩典的这个 过分的偏恩典 到今天 还是带来我们福音派教会 太过分的只讲恩典 不讲行为 恩典跟行为 一定要并重 四福音 跟起书的第二第三章 不能分开 跟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二十五章 不能分开 跟登山宝训 不能分开 否则的话 我们就会不会复兴 一批软弱 不断犯罪的介绍 犯罪没有关系 永远可以赦免 跟牧师认罪一下 跟神祷告一下 就没事 让丁路德从没看到 罪的严重性 好好读《十六心传》第五章 不断犯罪的介绍